中午的11点24分啊 大家欢迎邮报的读者们 五三九的会员们大家午安 社长在开开看吃着午餐 你看看他生意好得不得了 满街满足都是人 我等会带两个小菜 跑到火猫厂纯听歌 以后三百就三百 四百就四百 我不啰嗦的 因为我那边还有季酒 纯听歌 也不要跟这些歌星啰哩啰嗦的 要弄女人吗 我那天花了五千块 我发不来 因为我们一千二 一千四月南妹 十九到二十三岁就够了 好 参加会员特别注意 我们的会员是 没有收任何费用 会费就是押金一千块 你租房子也要租 你拿个押金嘛 我报给那么多人都没有中奖不给我钱的 多的很满街都是 还要先报后才寄钱来 少来这一套了 我已经报过几百个人 然后他从来不寄我一百块钱的 中奖后就过河拆桥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决定这样 这种方法 谢谢 决定这种方法 这个 老板娘过来 来瓶可乐 好不好 这个 这个就是用最新的这种方法 不啰嗦 压金一千块 我下下就涨到压金六千 你这一千都不给 那你还会什么 会一个大男人 我刚刚出去买餐券 买旅游件 就花了三万块现金 随便 对不对 吃个饭 对不对 再听个歌一天遥 花个一万块钱 你老兄 连一个大男人 连一千块都没有 你被笑掉我的大牙了 对不对 没有钱人 永远没有钱 你要跟我这个有钱人跑了 有钱人是永远有钱 永远记住这句话 没有钱 你一辈子都不会有钱的 你慢慢插插蛋 等死啊 棺材板给他一盖就解决了